有乱有乌的日本神话到底有多奇葩 日本天皇看了都只摇头 根据日本神话记载 日本的国土是由一对夫妻大神创造出来的 他们是一对兄妹 男的叫伊邪纳芝 女的叫伊邪纳美 传说这对兄妹在游玩的时候 哥哥伊邪纳芝问妹妹伊邪纳美 你最近身体可好 伊邪纳美回答 身体安康 只是有一处一直未长河 听到这里伊邪纳芝也说 我的身体也安康 但和你不同的是我多长出了一处 思考片刻之后 伊邪纳芝便开口道 如果用我突出处赐你为何处 用我们最完美的形态来孕育新的国土 你觉得怎么样 伊邪纳美欣然同意了哥哥的想法 之后二人便开始了没羞没臊的生活 没多久 他们就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令人震惊的是 这个孩子是个没有骨头的水质子 伊邪纳美看到孩子后悲痛欲绝 伊邪纳芝很心疼自己的妻子 为了避免妻子过度悲伤 他就把这个孩子放在芦苇船中顺水飘走了 等伊邪纳美身体恢复之后 他们又开始了造娃计划 这次他们的结晶更加惊世骇俗 剩下的东西居然不是个人 而是一片岛屿 还一连剩下了好几十个 其中就有现在的日本岛 可这还不算最奇葩的 更神奇的还在后边 点个关注 我们接着往下看 日本的神话到底有多奇葩 熊妹近亲结婚生下畸形儿 之后更是直接生下了日本岛 用男女之势创造了日本国土 两位大神看着荒凉的国土 又开始了疯狂的造人计划 短短两年内 他们就造出了三十几名孩子 并给他们的孩子 都授予了特殊的身份 分别掌管着大山 大海 森林等 可分配完后 一鞋纳梅和一鞋纳琪却发现 自己竟然忘了 剩下一位掌管火的大神 于是两人又开始了 疯狂的造人计划 生产队的驴 恐怕都没有这两位 创世神的效率高 不过这次一鞋纳梅 可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在生火神的时候 被火烧伤了 身为创世神的他 也因伤势严重 已经到了无法正常生活的地步 在他病重期间 无法自控的他 开始疯狂排泄 可神奇的是 他的排泄物和呕吐物 竟然又分别化成了 日本各路大神 想必这种重口味的剧情 也只有岛国人的脑洞 才能想到 一鞋纳琪在一鞋纳梅去世之后 哭得那脚一个痛哭流涕 于是掉下来的眼泪 变成了弃泽女神 好家伙 原来日本神灵的诞生 竟然这么随意 由于无法接受 自己喜爱的妻子 因生死去世 一鞋纳琪挥起剑 被杀死的火神又分裂成了八位神仙 毫不夸张的说 就连细胞分裂 都比不过日本神仙的出生速度 在杀掉自己的亲生儿子之后 一鞋纳琪还是无法接受 妻子的离世 于是他一路追到了黄泉 但见到一鞋纳梅之后 却被吓得连滚带爬的逃走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咱们接着往下看 在日本的创世神话中 排泄物能成神 男人能造神 身上的灰也能变成神 日本的神话到底有多奇葩 大神一鞋纳琪因为接受不了自己心爱的妻子离世 便一路追到了黄泉 透过黄泉的门缝 一鞋纳琪看到曾经美丽的妻子 竟然变得奇丑无比 吓得他拔腿就跑 跑出黄泉之后 一鞋纳琪觉得妻子弄脏了自己 决定在河里好好洗一洗 可没想到他脱掉的衣服 立刻就化成了十二个神 就连洗掉的岩屎 也都化成了太阳神和阅读神 身上的污垢又化成了剑速须左之难命 但剑速须左之难命却因为胡作非为被放逐 在被放逐的过程中 他遇到了来自中国的八起大蛇 在中国的神话中 八起大蛇是被大羽斩掉一颗头的香柳 是已经被杀死的九头蛇 可在日本神话中 香柳并没有死 而是在被砍掉一颗头后 一路逃到了日本 在日本靠吃人为生 一连吃掉了日本老翁的七个女儿 须左之难听闻此事之后 决定帮助这位可怜的老人 但他在看到八起大蛇的真面目后 就明白自己不是他的对手 于是就决定用酒将他灌醉 之后在伺机而动斩杀他 最终在八起大蛇喝了十几坛的酒后 须左之难成功地用十拳剑将他杀死 老翁为了感谢须左之难的救命之恩 就把自己谨慎的小女儿嫁给了他 须左之难就和妻子定居于此 开始繁衍后代 也就有了现在的日本 看完整个日本的神话故事 你是不是觉得一言难尽 奇葩程度令人扎舌 真应了网友那句蜡评 看完真的觉得很日本